再來看高雄部長 決定說 今年的離婚分開始 會來試試好安檢查的新記者 但是還有學校早期是表示說 好安檢查只是細節 以往好方的霸凌 還有上海跟安全來負責 這是重點喔 也會有高雄部 就應該要拿出更多版本 好方安全檢查的記者太過癮 經濟綜合的時候是不負責來做 高雄部長是定安 今年離婚開始 可以立行調查跟經濟檢查 經濟檢查的時候不必人來培董 有家長表示困定 之前是需要有家長的同意 家長的陪同 那這一次呢 就是可以不用再這樣子 那擴大他這樣的執行 我相信可以保護孩子的安全 在校園的安全 近日台海的高雄 可好生死林董加強安檢 不過強調這也是比較後面的事情 到沒有是民家確定 特定核心的條件 但是少數法定義的可能 犯罪的少年應該擴大範圍 整個曝險行為我們本來一換七款變成三款 就把那個加入不良只是刪掉 所以我是認為曝險這塊要擴大 因為擴大之後就要稍後會介入 中華林管協會理事長也接觸 心白癡的案件也讓美生年 學生形勢來討論 以以日本來作例 二十年來修後改法 可以破處形式廷法 由十六歲以上降到十四歲 專上講話以二歲下漢 也降到十二歲以上 行動也提款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犯罪手段的凶殘 跟加害者跟被害者 都是校園的學生 這個事情跟我們有高度的一個類似 學會標示 離空二二年十月到九年年底 全台有二十九驚 好逢百人 其中有上海跟台南 可能要參考國外進步的法例 條件法條和具體的作法 提出改革辦法 記者綜合報道